恭喜Jermy完成了自己的個人演唱會 現在心情是怎樣?我看你都忍不住哭 現在心情是剛剛一落台立刻抱著花姐狂哭 我跟花姐說花姐我終於可以大聲點哭了 因為忍得很辛苦 因為忍得很辛苦 因為我覺得大家真金白銀買票進來看 沒理由看我哭 所以我怎樣都忍不住 但我希望自己忍得可以唱完整首歌 鮮咸 所以忍得很辛苦 你全程都眼濕濕 是啊 是不是感動的淚水? 是啊 還有很開心的淚水 因為其實我沒想過自己這麼快 可以有一個這麼好的show 還有這麼多人看的show 去到由籌備到今天 我一直都很期待今天的發生 還有很期待見到這麼多位觀眾 所以當我收到他們的能量的時候 其實是很開心的 還有你今天都唱生日歌 是啊 我沒期待這麼快唱生日歌給我 但是我很開心 這一個真是我今年最好的生日禮物 媽媽有什麼comment給你 沒有啊 剛才媽媽很快就離開了 我想她今晚才給我 今晚再問她 或者是之前 有什麼特別的 幫你打電話 沒有啊 她我剛才開show之前 她都特意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樓下 就是那些 粉絲有很多 報警版 做了那些應援 那些 她去了打卡 已經打了卡 是啊 哇 我啪啪都很喜歡啊 嗯 嗯 嗯 我自己 其實 啪啪都很 就是我覺得是 量了很多不同的東西進去 我都希望真的 給到一個很不同的 不同面貌 就是好像The Prism 一個不同面貌的Geremy 給大家看 所以其實 你要我真的要選擇的話 其實我好 我自己都蠻喜歡 九個part的 就是 冰原人格九啊 那part有聖那個呢 那個是真的 大家練了很長的時間 就是因為真的需要 十幾個人一起去做這件事 所以是 當真是順順利利地 完成的時候 自己覺得是很開心的 那你給自己幾分 你今次得住的 哇 八九十分都有 是啊 很滿意啊 我很滿意自己 哈哈哈哈 尤其是因為跳唱那裡 都很多隻 是 聽得到 是啊 我想說我昨天 排練的時候 我都是給全力去做 然後呢 我是很累 我是很擔心 哎呀糟了我今天怎麼辦呢 但是去到今天的時候 反而是很輕鬆 我自己覺得 嘩 可能是觀眾給了很多力量我 所以其實是很順利地去完成了 但是 真的我覺得 啊 原來真的過得這麼快 不捨得 好像 是啊很不捨得 就是突然之間就沒有了 哎呀就完了 這件事 那我又覺得 嗯 今次這個Rundown我自己很滿意了 所以都 希望下 如果下次再有機會的話 待一個更加好的Rundown 是不是想開多幾場啊 因為只有一場 我自己真心問一下 我覺得這個Rundown開一場就夠了 哈哈哈哈 因為太長了 因為太長 其實我完全沒有考慮過自己的體力 或者是聲音行不行 所以他選了很多這些 比較難唱的歌 那所以呢 去到真的Full Run的時候 我就 啊 真是糟了 哈哈哈 真是糟了 但是我都頂了它 所以如果再開第二場的話 我應該都 聲音沒那麼好 應該會 請問Sarine首輩是在Rundown裡面 還是你會聽到 自己的 大家認真看我沒有親吻 哈哈哈哈 我是隔空假裝親吻 這個是剛剛在舞台上自己加的 是我 是我 對不起 是啊 對不起 所以王子是沒有親過高著的手 是沒有親過的 是啊 小菜蛋是否就是那些屎屎 是啊 是啊 因為那些紙碎呢 是真的一開始 DotRundown的時候 我就已經問監製細蘇 我說我可不可以有一些四葉草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會唱小限運這首歌 所以我想在上面寫一些文字去 多謝Fans 那所以就特意做了這件事 幾套衫 sorry 幾套衫呢你自己最喜歡的一套 嘩 最喜歡啊 我想應該最喜歡女團那一套 哈哈 不是 因為呢其實說真的 本身我是認真沒有想著要露的 但是呢 就是 花姐就突然間有提議就說 哎 你不如試試脫下 本身我裡面穿件襯衫的 不如脫下 就這樣穿件背心 再加上那件皮褲這樣 但是反而效果是更好 所以就立刻折納了這個意見 就是我自己也 有做一下健身 起碼都不會有太多的肥肉 給大家看到 好 那所以就 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自己覺得那套衫我都很喜歡的 on show 這個 三個部分是剪影的 為什麼這樣 哦 不要按什麼啦 有些遐想才好看的嘛 這些東西 on show 這些小性感會被你可能有點緊張 有點害羞 我on show的時候就沒有那麼害羞的 但是如果你叫我現在 就 難一點 哈哈 那說回Serenie街 因為都是 這次要找她合作 是 為什麼是Serenie 因為我真的說了很 很久很久 幾年前的時候 我已經 之前做訪問 雜誌訪問的時候 有問過想跟誰合作 我一直都是說Serenie的 因為真的 我聽過她的歌 然後又認識了她這個人 然後發現她真的很獨特 我覺得我們之間如果 有火花的話會很好看 因為我們都在做一些很獨特的音樂 或者是一些很獨特的形象 所以如果我們Cost Over的話 應該會很好看 所以 所以 哦 我今天先抽她 哈哈 你贏了 我贏了 YES 有沒有機會合作 真的跟她合作 我也很希望跟她合作 所以 今晚之後 我就馬上問她拿這首歌 我先 哈哈 但是唱那首快歌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Mavor的兄弟 在後面一起跳舞 是 這個也是扣接了很久 這個又是大公神花姐的公武 哈哈哈哈 花姐有提議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首歌是 其實它在我面對一些負評的時候 幫助了我很多 其實Taylor Swift去做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都是想 告訴大家 甚至如果大家遇到一些樂意的評論 或者是一些樂意的負能量 都好 大家只要Shake it off 就可以了 所以這首歌我是很想 在今次這個演唱會裡唱 還有都很希望 就是 加上兄弟一起參與 其實是很sweet 還有 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將所有的負能量 所有的觀眾 都可以一起散去 剛才提到我都 想多謝誰 有沒有說 是 想多謝誰 我要多謝很多人 第一個要多謝花姐 我剛剛在台上多謝了 然後其實也要多謝公司 多謝MIRROR十一位兄弟 還有多謝ERROR四哥 哈哈哈哈 然後還有 真的有太多人要多謝 還有要多謝靠叔叔 因為真的靠叔叔是 真是很大的功臣去幫助我 去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Pretty Crazy 其實我有特意去修改了 有些重新編排 那我都是 丟一個reference 給卡叔叔說 我想做這樣的音樂 那在這個Rundown裡面 有很多 歌我都特意是 可能有一點點Rearrange了 所以是 很多謝他去幫我做這些 這個是卡叔叔提議的 那他就說 不如嘗試做好像慢歌這樣唱 我一開始都想不到 那後來他做了這個 編曲的時候 我就馬上感覺到 原來這首歌 變成慢歌之後 是這樣的訊息 大家如果真的 聽慢歌的版本 原來是真的放下 原理把身體放下 真的會令人覺得 我真的要放下一些東西了 所以很希望大家 聽完這個演唱會之後 真的可以放下一些不好的 然後開開心心地走出這個唱館 就好了 你都聽不懂 第一講英國的時候 參加過音樂劇 你會不會都想再做音樂劇 都想的 因為其實那時候 參加音樂劇 真的排練很久 真的半年 但是只有三場 但是很快就完了 其實我都很懷念那段時間 還有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都一定會參加的 寫了個封信 你有沒有都很感動 或者眼濕濕 我想了很久 真的想了很久 去寫個封信 因為其實 那封信真的 嗯 我沒有去到眼濕濕的 但是我是很多感觸 我覺得去到今天 即出道五年 有一個這樣的show 可以給到自己 其實是真的 好大好大的一個鼓勵 好希望之後可以再做好一點 下一步有沒有什麼目標 演唱會開了 下一步有什麼目標 希望跟MIRROR一齊 衝出國際 入迪士尼 入迪士尼都好 可以輕鬆一下 成全你們五周年 在那裡開Party 哦 這個其實我暫時未知詳情的 所以其實 如果真的可以 跟粉絲一起入迪士尼 都算是幾開心的一件事 還有一個問題 大家都會擔心你的餐廳 是 是 有沒有害怕了 不同的概念 哦 那只可以說買個教訓 即是我媽媽都跟我說 哎不要緊啦 你下次再做好一點就行 即做多些功課 這樣 然後其實 即現在所有事情 都是交給律師去處理 那我都盡量去了解 現在的情況 還有都很希望 可以快些解決到這件事 那 就是這樣 但是你們在籌唱會的時候 即是籌唱會的時候 可能又是一些消息發明 都有沒有認同 其實我那時候都盡量 令到自己 focus在演唱會上 那我覺得演唱會 對於我的人生來說 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所以我寧願 將很多心力都放在演唱會上 是的 大家心痛你選了手 選了手? 選手? 選手 哦 選手是叫選手 哦 不是比賽 選手 哦 哦 都 沒辦法 做生意一定有事有賺的 所以是下次再努力一點 謝謝 謝謝 謝謝